最近十几天 李千钧和妻子 一直守候在中山医院 心脏内科监护室的门口 他们不敢离开半步 夜里也不回家 实在困了 就在躺椅上小气一会儿 一张躺椅 两个人轮流休息 从十几号发现 这个情况一直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天三顿比不上之前 一顿吃得多 也没心情吃 也吃不下 也感觉不到饿 紧张吗 担心吗 监护室大门的那头 是他们十九岁的女儿李娜 这十几天里 女儿李娜同样躺在床上 不能下地 尽管看上去 小姑娘的气色还不错 但是她不知道 她的身体已经到了 不得不手术的时候 因为哪怕下地多走几步 她也可能突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心态比较好 都无所谓 但我也一直安慰他们 还好 他们看到我这样子的话 他们会比较放心一点 李娜患有的是多发性大动脉炎 这是一种累积全身动脉的炎症性疾病 会导致人体多出血管 发生狭窄 闭塞 或血管流 人体的心脏共有三根血管 李娜的大动脉炎 引发了冠心病 心脏左侧两根冠状血管 完全闭塞 仅有的一根可以攻血的右侧冠状血管 也阻塞了90%以上 这根比头发丝还要细的血管通道 维系着李娜全身的血液输送 可谓命悬一线 如果这根已经有严重病变的血管也堵上了 那再好的医生也将回天法术 一开始是觉得眼睛花 就是全身命力气 就是开始以为她拼血 给她配一些中药吃一吃 吃什么感觉稍微有点好了 就她又继续上学 上学了嘛 后来她觉得越来越身体越差 李娜的病情最初的时候难以确诊 而后又出现了肺部感染 不断咳血 情况十分危重 住院二十多天后才逐渐稳定 但是胸口疼痛的情况一直无法耗转 医生进行了多次的检查 才最终把问题锁定在了心脏 做CT啊 做这个彩头啊 还有是这个心电头啊 都没有查出来 后来做了些增强的 心脏增强CT 才把这个病因查出来 堵塞的心脏血管 是埋在李娜身体里的一颗定时炸弹 手术是排除炸弹的唯一选择 所谓心脏搭桥手术 就是通过外科开胸手术 利用从病人身上取住的血管 将堵塞的冠状动脉的两端连接起来 让血液绕过堵塞的部分 从这座心搭的桥上通过 以改善心肌缺血的症状 而所谓心脏管介入治疗 则是在病人的手或腿的动脉上 开一个小孔 插入导丝和微导管 将导丝经由血管 到达心脏内血管的堵塞处 通过倒丝置入网状支架 扩张闭塞处疏通血管 外科搭桥对它来说 如果不考虑年龄的话 应该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但因为它这个年龄这么年轻 它19岁 因为外科开胸的一个创伤大 另外因为它有多发现动脉炎 搭桥以后 它这个桥血管的寿命 可能相对来说 这个桥血管的通畅率 可能要比这个普通的病人 要降低很多 如果在桥血管 如果以后再出问题了 那以后再进行 它后面一步的处理 那基本上就没有很多的办法 最终专家决定 为李娜进行心导管的介入治疗 但是由于李娜的心血管闭塞过于严重 虽然医生进行了六个小时的反复尝试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打通血管 风险非常大 怕的就是主要怕这个介入当中 会出现一些严重的缺血的这样一些情况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但主治医生依然认为 导管手术的方案是最适合李娜的 李娜重新回到了监护室 她在等待下次手术的机会 但这次对于医生的决定 李娜的父母犹豫了 到底人家打通打不通还不知道 明天照应做着打通了再在那放指甲 因为打了一次没打通 再等第二次打开 如果还要打通 根本指甲也放不进去 与李娜有着类似经历 患者吴伟也曾经历过一次 未能成功的手术 今年55岁的她 患有冠心病即心肌梗塞 还伴有高血压即糖尿病 在三根心脏血管中 李娜是左边的两根完全闭塞 而吴伟则是右边的这一根 中间部位完全闭塞 不过幸运的是 人体会进行奇妙的自我修复 她的左边两根血管 长出了一些小的血管 连接到了右边主动脉的末梢 使得吴伟的心脏缺血情况 不像李娜那么严重 但是要想打通 完全闭塞的右边血管 并不容易 因为她都完全阻掉 就像下手管道一样 首先要把它打通了 打通了才是血管管子才能通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说现在是最难的一个情况 七个月前 吴伟接受了心脏肌肉治疗 经历了漫长的六个小时手术后 遗憾的是通道最终还没打通 手术被迫中止 经过医生手术六七个小时 这还没有手术 就张支架都站不上去 还不通 但考虑到心脏搭桥手术 窗面大等因素 医生最终还是建议 吴伟等待合适的时机 再接受一次心脏搭桿手术 我的心里就是一个愿望 能够手术成功 把她的病治好 再次手术的窗口期终于到来 数前两天 吴伟住进了中山医院心内科的病房 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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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六七个小时 还没有手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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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这次有一个愿望 能够手术成功 她都无论堵着 就要下手感到一样 首先要把她打动了 你走不过去这个 这么严慌 我心态比较好 你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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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事 得做这个过程当中心脏清止了 就救不回来 刚才实际是这个 人间事继续关注 你知道吗 做说 大家讨厌 都要ゆら 着 eti 感谢观看